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最新报告称 美国逐渐丧失军事优势 正面临安全危机 未来有可能会输掉对中国或俄罗斯的战争 该报告称 军事优势是美国全球影响力 和国家安全的核心硬实力 与过去几十年相比 美国的安全处在更大的风险中 美军的战略优势逐渐被侵蚀 并且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 在下一场冲突中 美军可能会遭到难以承受的高伤亡率 惨例上也会遭受重大损失 美军可能会惨淡险胜 也许会输掉对中国或是俄罗斯的战争 如果美国不得不在波罗的海迎战俄罗斯 或是在台海 与中国交战 美国可能面临决定性的军事失败 距离美国这份报告已经过去十天时间 如今该报告的一些详细内容被公开 特别是涉及中国台湾的内容部分 根据2017年财政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 成立的国防战略委员会 在2018年11月14日向国会提交最新报告 其中美军力危机及其后果一节中提及 如果中国大陆于2024年发动进攻 阻止岛内独立 随着解放军发动空中和导弹攻击 摧毁岛内海军 并展开两栖登陆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干预 这份报告并没有对采取什么样的果断措施 进行详细论述 也没有透露更多的介入决策信息 在提及中国大陆可能于2024年武统台湾后 美报告画风一转 开始了力情哭穷 该报告坦诚 随着美国国防开支停滞 同时中国在发展导弹、空中、地面与水下能力等方面持续成长 西太平洋大部分区域将成为美军禁区 美军将无法像过去那样以可接受的代价进行干预 即便美军可以举全国之力在长期战争中击败大陆 也要付出巨大代价 包括经济破坏 船舰军机损失 以及人员伤亡 但即便如此 美军也无法保证在中国收复台湾之前 能通过大规模介入对战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意味着美军的介入已经与台海战士无关 而是一场大国的全面对决 一旦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对决中落败 美国将在事实上彻底失去第一岛链的布陈航母 这是美国首度在官方报告中提及失去中国台湾岛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 美国在台海危机关头的军事介入 一直被认为阻止中国完成武力统一的重要障碍 岛内也有着明确判断 若无美国持续军事干预可能 两岸或已完成统一 这种寄希望于美国介入的心态也在岛内大有市场 根据2018年年初美国杜克大学对岛内进行的调查 有47.7%的民众认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美国会出手支援 但这种想法并未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 2017年美国曾举办一项有关美台政策未来的研讨会 会上发布美国民调数据显示 只有18%的美国民众支持出兵干预 事实上 美国也从来没有明确做出军事介入的承诺 虽然美国一直通过对台军售乃至军事交流 维系双方非官方的合作关系 但美国并无法定义务为此采取军事行动 随着中国大陆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美军的这种潜在保障也愈发难以实现 美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的这份报告 除了哭穷要预算外 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美国对两岸军事力量对比失衡的认知 但在事关未来美国是否会干预这样的重大问题上 该报告避而不谈 事实上不到最后一刻 也没人能保证美国一定会或者不会介入 以及介入的程度如何 是象征性摆明姿态还是不惜发动全面战争 目前美国的退缩对岛内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2018年7月岛内公布最新修订的防卫作战计划 提及一带两岸兵容相见 台湾岛 澎湖 金门以及马祖的作战要全靠自己 而美军不会提供一兵一卒 另外美方也在不断要求岛内采购美军装备 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 并要求岛内增加预算投入 美国这份报告在台海问题上唯一的突破是向国会 正式传达了美军可能保不住中国台湾的信息 这种信息对于纠正美国部分人士的 迷之自信有一定作用 但无论如何 在事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上 依赖美军可能不介入远不如壮大反介入能力来的可靠 美国希望在亚太战略布局中 台湾是一个稳定可掌握的变数 便需要对台湾内部情势与社会情势做完整深入的理解 深圣选择正确的对应政策 一个混乱不安的台湾 在抗衡中国压力时将更脆弱 并不符合美方利益 这么有一些小段 我们组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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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